5月16号,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会见了托去军装的韩红 参与会见的还有甘肃省领导李建华、夏红敏 前者是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后者为甘肃省副省长 据悉,此次韩红是一个慈善家的身份 发起了名为韩红爱心百人圆肝大型公益医疗援助行动 对贫困家庭给予救助帮扶 而在王三运眼中,甘肃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 贫困人口多,因此这成了韩红让省委书记们愿意会见的理由 据了解,此前在内蒙古、新疆、青海、贵州 韩红受到的也是如此级别的接待 而韩红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就是他的感情问题 韩红自出道以来一直被视为实力派歌手 因为他的形象在娱乐圈中绝对算不上美女 然而如此有才又充满爱心的韩红却依旧孤身一人 之间没有结婚,让人唏嘘 据了解,韩红曾有过七段绯闻情史 韩红与音乐学院高材生的这段姐弟恋 应该是韩红入行以来第一段真真正正的恋情 二人相识于秦林彤唱片公司 互生好感后开始私下交往 后来因韩红推荐男孩进入音乐圈 男孩得到了不少的发展机会 而给这段感情画上了句号 韩红与许志安恋情的传出 却因一组当街机吻的照片引起 2005年,许志安与郑秀文旧情更断 而韩红的感情也是空白期 所以一切变得暧昧而无限可能 但遗憾的是 除了照片之外呀 两人再没有交往的蛛丝马迹 或许只能说当年两人的那一本 不过只是两个成年失恋男女相互安慰的兴起行为 鸾树是韩红用情最深的男人 而所有关于韩红的种种同性传闻 都几乎是在他与鸾树的恋情之后 而风起云涌 鸾树曾经跟大名鼎鼎的王妃公开过恋情 但王妃最终选择了斗维 那时颇为情上的鸾树在失恋之后 接受了一直默默暗恋她的韩红 只可惜两人的关系维持了不到一个礼拜 便宣告结束 据说这段失败的恋情给韩红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从此也让韩红的感情世界中多了同性的暧昧绯闻 2011年7月28号 香港娱乐业巨头林剑岳旗下 环亚传媒集团就是在上海成立 现场韩红当众表示很喜欢吴彦祖 听完韩红的表白呀 吴彦祖也略显羞涩 急忙解释称没有和她单独见过面 在韩红的同性绯闻名单中 白雪从来没有远离过 是非玄悟的中心 白雪和韩红是军艺同学 感情一直亲如姐妹 之后离开军艺 两人已是私交甚好 互相助阵 同台演出 另一位同性绯闻对象就是管同了 早前就曾有传闻称 韩红和管同结婚 更称两人已在国外领证 并有婚照流出 两个在爱路上痛苦煎熬的女人 又同是娱乐圈的名人 能走到一起也不稀奇了 但据说呀 赵薇才是韩红节目中最理想的姑娘 因为她瘦小娇弱 大眼白皙 但韩红到底有没有追过赵薇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赵薇的母亲是韩红的干妈 却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 两人私底下 以姐妹相称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这段同性传闻 两人皆一笑而对 对此我们也只能遐想了